我竟然願意承擔責任 我也不怕任何的挑戰跟犧牲 我一定要完成使命 让今年的九合一 国民党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 公开信心喊话备战 2022年底大选国民党成立 中央选战策略汇报 立委傅昆奇入列将协助朱立伦 操盘点名以及辅选作业 危机存亡的此刻 来协助国民党 毕竟中华民国台湾 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国民党交付的重责大任 有人选择跳船 但是我选择同船一命 毕竟这是对国家 对台湾2300万人的一个责任 我们必须要去承担 蓝营气势低迷之际 傅昆奇强调承担 面对党内外质疑声浪正面回击 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都选择包容 对党内 我概括承受 对民进党的攻击 我一坚承担 大家要救国民党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胜利蓝 没有其他的蓝 只有胜利蓝 赢才是唯一的目标 傅昆奇宣示 权力相挺朱立伦 强调备战 年底之战蓝营没有分裂本钱 在这里为庭侯采访 SNG小组台北 资本报道